嗨,大家好,我是鴨鴨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我的OPHRA HOME 因為OPHRA已經台灣了嘛 那我簡單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品牌 就是它是標榜成分天然不含防腐劑 不做動物實驗,使用可回收的環保包裝 他們家產品最有名的就是他們的光澤非常囂張的打亮 還有非常多顏色選擇 然後質地分享舒適又持久的液態唇膏 那他們這次引進有網路商店 然後也有實體店面 我買了打亮啊,腮紅,眼液 液態唇膏啊,一般的唇膏 跟保濕噴霧 那這些產品呢,分別是我從實體店面挑的 然後還有我從網路在下單的 那實體店面的話,你就是會裝在這個紙袋裡面嘛 那網路買的話,拿來就是會裝在這個盒子裡面 然後盒子裡面又有一個袋子 然後袋子裡面是氣泡袋裡面在裝產品 然後它的氣泡袋超可愛的 現在是愛心的耶 如果從他們的網路商店下單的話 我從下單到收到大概是兩個工作點 所有品項出現的時間點呢 我會列在下面的資訊欄 方便大家複習 那在開始之前呢,我想先跟大家聊一件事情 就是之前有人問我說 我是不是都沒有在買什麼東西啊 為什麼都沒有購物開箱分享 其實我一直都有在買東西 而且我還買不少 因為我真的很愛彩妝 我希望我可以嘗試很多不同樣的產品 那為什麼我都沒有跟大家分享呢 第一個,我知道我買這麼多的彩妝品 不是一件很驕傲的事情 因為我知道我絕對用不完所有的東西 第二個,因為剛買嘛 我害怕我用的不夠久 用的不夠頻繁 沒有辦法給大家一個最客觀的評論 但是使用久了,我又常懶得分享了 就失去了那種剛買的那種衝勁 或是等我自己覺得用的夠久了 風潮也過了 可是我後來往另外一方面想啊 其實這個分享新產品也是我的工作之一嘛 而且搞不好我這樣分享啊 試色也可以幫大家滅火啊 也有一些參考價值 我不覺得一直生活大家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因為我怕大家覺得說 我講起來那麼棒 結果買回來 又不是自己喜歡自己適合的 而且我後來想 我如果產品保存良好啊 我用不完 我也可以用其他方式給一些需要的人 所以呢 我還是決定來做購物分享 然後盡量以我自己的方式 就是盡量客觀 只要因為新買的 就過度興奮 然後一直跟大家說 好美喔,一定要買那樣 好,那我們就開始介紹 先介紹大家最期待的打亮 這兩顆是單色裡面最淺的兩色 其他對我來說都太深了 混色沒買是因為切成披薩形狀 怕不好沾 左邊是他們最熱銷的招牌陽光大道 是淺金黃色 右邊是裡面最淺最白的打亮 甜蜜 標準的歐美閃瞎人的打亮 它質地綿密超級飽和顯色 也可以當眼影用 陽光大道我上起來是相對自然 但是照到光也會很閃 然後會有點顯紋理 甜蜜上起來就是一道閃瞎人的白光 特別顯紋理 我覺得這種閃到不行的打亮 真的還是要複製穩定的時候用 或者是你要抵達的夠好 不過陽光大道我拿來打亮眼頭臥蠶 實在是史上霹靂無頂美阿 又亮又不會太像白色的眼屎 而且很持久我非常的愛 接下來是我非常喜歡的液態唇膏 它持久度很讚 我吃完正餐至少還有七八成這樣讚 像奶油一樣滑順好推 有稍微滋潤度 以霧面唇彩來說 雖然是很不顯唇紋 還稍微稍微修飾 今天試的顏色全部都不顯死皮 舒服不會有一層膜的感覺 需要一點點時間乾 在唇乾之前會微微微黏 但我覺得無大礙 就算掉了也不斑駁 唇乾之後不會轉印 然後有微微的焦糖味 我手邊八支先總攏給大家看所有的色號比較 全部試色先從他們跟我愛的Menu MUA合作的 紙上樓粉系列 一定要支持一下 先從最淺的一支開始 液態唇膏我還是喜歡稍微用手指來暈染開 唇線會比較柔和 這支粉橘的裸色還蠻好看的 不會裸的病態 那這個顏色是有丹麥的 第二支我很喜歡很喜歡跟我超合 根本是我的MLBB色 一開始真的沒料到它上唇這麼好看 這一支也有丹麥 那最後這支是沒有丹麥的 是比較個性的暗紅色 接下來是跟我愛的KL聯名這兩支 第一支應該是台灣賣最好的Miami Fever 一開始我沒有想過我會喜歡 因為它好橘的感覺 但是擦上去竟然是會顯白又有點鮮的橘色 喔對了我唇部試色到後來唇周有點腫 因為我是容易紅腫的體質 所以如果看起來唇線不好看請見諒 那這支是好顯白好顯白的紫紅色 連牙齒都變白了很有女人味的 很有女人味的 那這支是我自己發現覺得也很好看 很有氣質的顏色 那這一支我也蠻推薦的 這支店員跟我說台灣也賣得很好 比較帶有土黃感的土色 然後也蠻特別蠻好看的 但是就是需要駕馭啊搭配一下 最後是我買的唯一一支金屬色 它顏色真的還蠻美的 但是不適合單擦 我有拿它來疊擦在其他唇膏的中央 還蠻漂亮的 一般唇膏的話這一支是我在官網買 因為活動隨機送的顏色 就是一般的光澤滋潤型唇膏 但是它有很濃很濃的碳飛糖味 而且我覺得擦起來有點螢光感很顯死皮 它不像液態唇膏 就算顏色很淺也完全不嫌死皮 眼影這盤是我看到搭配超級無敵推的 它是全部都是珠光的 粉質很好很顯色很飽和 配色就是很日常很實用的 大家會喜歡的配色 我還是習慣拿它來搭配其他的霧面眼影來畫 三紅感覺沒人要討論啦 我挑了這兩種 第一種有大塊花紋 我買了肉粉色跟這個淺橘色 我試這個漂亮的淺橘色給大家看 算是顯色的好暈染 不過顏色偏淺應該也是適合白肌的 這顆小顆的紫色有附近紫沒有刷子 它粉壓的比另外一款還要鬆很多 比較非粉 它很特別除了顏色真的是橫紫之外 它還有一點粉紫的偏光 讓我想到MAC有一款打亮也是粉紅偏光的嘛 但我覺得還是不太適合我 喜歡這種光的可以試試 最後超級冷門的定妝保濕噴霧 是一個用扣環固定住噴頭的 它標榜五酒精 如果你覺得MAC的水噴霧水很大 那它的水更大而且更強 但它跟MAC一樣都是不會噴花我的妝的啦 而且都有讓我的妝比較融入肌膚粉感降低的感覺 定妝效果的話我覺得需要長期觀察 但是它確實是有保濕滋潤度的 不過唉有一股香味 而且是接近香水味的香欸 為什麼定妝噴霧很多都要做有香味的啊 噴霧的時候呢你手能伸多長就伸多長 噴完就是會那麼的濕 散一散或者是讓它自然乾就好了 最後我想跟大家說 因為有你們 所以我才有這些機會來接一些合作的影片 所以我為大家挑了一些小禮物 詳細資訊在私訊欄裡面 希望大家會喜歡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